字幕 处里面发生灵异事件之后 今天讲讲另一个中心的事件 我是一个自学占卜 和认识能量治疗的人 甚至可以摇距 帮人处理痛症 甚至知道患者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 也有些影像让我看到 甚至看过飞碟在我房外飞过 我曾经在一个A同事讲及我的经历 她本身不是太想鬼神的东西 和是很科学的 反而她会觉得我经常讲话 很夸大又会质疑我 但日之内 她开始相信我所见的东西 有一次在中环的一个backoffice 我在玩电话 亦在准备一下对新人的礼仪的时候 我听到一个女人在我嘴边哼歌 声音很实在 和哼了一段时间 我左手边除了有电器之外 什么人都没有 最多尽头有个关公像 但没有人上香的 而所有的窗门都关闭了 因为开着冷气的 我去旁边问问问A 听不听到 他觉得不尋常 但又没有出声 直至我问他 在这个时候 Counter的同事 C 可能外面公园的人在唱歌 我就没可能 声音在office里面 走到哪里都听到他哼歌 甚至乎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我看一看窗外面 也没有人在唱歌 我不停找证明 后面A叫我不要再说了 因为C很害怕这些 怕吓着他不上班 后面那把女人声 就真的没有了 还有一宗 发生在尖沙咀的office 有对新人来登记的时候 没有带他见证人 所以同事叫他出外面 找个人帮忙做见证 对新人看一看后面一排的登记 然后就说 坐在那里那个人行不行 同事看出去 其实什么人都没有 最后 就找个sir出来帮忙 这个sir 就叫他出门口 再找人回来 见证 即是说 之前所望见的人坐在那里 是没有人的 好了 我分享了这几个Counter的灵异事件 希望有些回应 又挺特别的 很少听到 这个机构的一些灵异个案 因为通常是扮起事的 对不对 应该是 很旺 阳气很足 很多人的时候 谁知道都在这些office里面 职员见到 甚至乎有时的客人都见到 好 多谢你的朋友问字上提供了 仍然可以删来 admonpoint0202.icloud.com 或者在Facebook做个PM 都是可以的 好了 先听个电话 又是Yo Hello Yo Hello Admon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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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分享一个故事 是2016年的泰国 好啊 入住一间尾房 是我朋友要求的 进去之后 就会先进入 有一个厅 转了再转入房 我一个战宝就拿着两个机器 进去挂衣 做衣 因为我知道 因为我跟这个朋友 经常都会去旅行 我会跟他掛衣服的 那我掛衣服的时候 我听到 动荡 荡荡荡 在外面 荡荡是什么来的 你觉得是 那些木的声音 哦 好像门 或者桌 或者柜桶 炒击 那些 炒击 是的 那我认识了十下八下 我就很狠气了 我觉得我的声音在外面做什么L事呢 嗯 那我就出去 打算骂他 他坐在那里 转着脚 他在找电话 嗯 接着我就说 我说你不是在那里 在帮忙吗 我以为呢 我以为呢 在里面发生脾气的 哦 就是说大家都听到了 就是说 大家都听到很清楚的 那我就 好 那就是在旁边 那我就回去了 又是听到 棒棒棒棒棒 我真的 受不了了 因为我很真正的声音 我冲出去 门口那里 在一个鱼眼里装出去 嗯 那鱼眼你知道是 wide angle的嘛 嗯 那我看到一个女仔 一个女人应该是 哦 是外国人来的 嗯 拖着一个三四岁的年轻 是 那有个 开着 门是全开了的 那就有个年轻 在门 和在厅里游走 那我就 看到这个影像之后 我就跟我说 我知他 我知他不懂说中文 所以他听不到我说话 我就说 站在旁边啊 因为我等个老公 有个两个年轻 在那里 就在那里 Anyway 那我照着 照出去 出去回来 出去回来 我们住四天三夜的 我记得 喂喂 我想问一下 那就是对面房 是吧 你觉得是对面房 是吧 是吧 旁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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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是 人来的嘛 你觉得是 你见到的嘛 这件事是 对不对 见到 实在 也有光透出来 对 这样 OK好 是的 那我就 好了 要出去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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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吃东西 然后进房 我也没有留意任何东西 嗯 直到最后一天 因为我的模式是怎样呢 一定是我回上去洗澡化妆 因为我很贪美的 嗯 我的朋友也很贪美 但他会喜欢喝咖啡那些 嗯 那我就自己回上房 最后那天 冲进房 打算洗澡化妆 然后上机 嗯 我进房之前呢 我看到 是没有门口的 即是金库不是一个房来的 没有房 不是房 是墙来的 蛤 哦 一天我们进去一两次而已 嗯 进去出来 然后再进去 就没有留意了 完全没有留意 然后我很想 很想去轮着忙 嗯 但我不够僵 嗯 我等我的朋友上来 Anyway 我照洗澡 把这件事有点淡忘 嗯 因为要装饭 我们要上机 出门口之前 我记得这件事 哦 他呢 我不敢跟我的朋友说 接着是他先开门 我们要拿口袋下去 我们不会叫Bellboy拿 嗯 自己拿吧 通常就自己拿 他开了门 整个门都开了 那我肯定是由斜斜的 嗯 就是没有直播啦 真是墙来的 还要是第二个门口呢 就是没有门口 嗯 是差不多整个大半个巴士 一个位置 才有一个门口 哦 那我是吓到 神 就是 真的很害怕 真的很害怕 Anyway 那我就打算和我的朋友说 就是过了才说 嗯 我将这件事呢 忘记了 嗯 嗯 一只字都不记得 说 until到我朋友 在一个月前 和我吃饭 和我聊起 去有个灵异事件 和我分享 是 我才记得回 这个故事 哦 哦 接着我问我的朋友 你记得我和你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 然后他说 我记得 你没有留意隔离的 没有房 我没有留意隔离的 因为他没有我那么留意 因为我装出的那个是我的 是啊 是啊 所以整件事就是 是 总之我是忘记了 是害怕 我不知道是害怕我忘记了 还是他不想我记得 这件事就是这样 哈哈 那也没什么可能的 你鱼眼都不会歪到 你会认为 不会去到那么远 是啊 不去到那么远 是啊 还有一个小妹仔 为什么我会知道 他这么肯定是爱国人 有时候金头发生不一定是爱国人 那小妹仔可能听到我的脚步声 因为我是低炒的 即是我的脚是低的 眼睛是高炒 她是看过上来的 我才知道她们是爱国人 即是她看过你的 她看过我 因为不是 其实她是看上来 不是眼对眼的 即是觉得有个姐姐 在走着 也会有声 就算她里面是地线 因为我快 又很闻 所以她就看一看 我就狠着拍声 她是爱国人 有三个 三个就看不到我老公 没有 当然我觉得她在等我老公 我想问一下 在Banggok Banggok Siam 我记得是新的酒店 还要是Siam 大家都会落脚的 去新酒店 我记得 是 因为我们去住的时候 好像刚刚开了 一年 因为我2016年去的 我朋友设计 我可以再问她 她会记得 因为她会记得是哪一间 因为通常都是她设计 她设计完 我只给了我份钱 就 大概是什么设计 这间酒店 大概是什么设计 记不记得 记得 不记得 是大型酒店 还是HIP的酒店 因为她是新的 我乘巴士 下车走进去 我真的不记得 完全不记得 我真的不记得 真的不记得 死了 因为我去过一次 是啊 好啊 记一下 好啊 不能记 我问她 好啊 我WhatsApp你 好啊 谢谢你 好 拜拜 拜拜 那现在大家先听着 基本上都没得去 但好像说不是 布吉好像7月 咦 好像是7月 7月就已经可以去布吉 听说是不用隔离 这样 不知有什么条件 打了针 还是怎样 听说是好像 可以去到不用隔离 但你回来到香港 还是要 大家要不要去呢 就是这样 有机会先问一下 胡慧聪 似乎 有机会开回某些地区 那些灵异事件 就会更新的 不过现在既然是这样的话 香港的酒店 都不乏有很多传闻 喂 AP哥 明天又要去住酒店 他现在好像还没有头缩 是不是 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吗 就是刚才问的那间 噢 你给点提示 关键字是 不断轮回12楼的走廊 轮回12楼走廊 在这里有人说过 有人说过 上年 有位酒店的保安 说12楼不断 每晚都入侵了他们的地方 某火车站上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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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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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很多年的付费听众 多谢 所以一直有留意你 有你Facebook 我其实呢 就看到你 是上过来 我们公司有打过卡的 我是一家什么公司呢 就是 我是一家外资的电视台 在黄埔的 哇 那很久了 咦 你记得吗 我不是上过来很多次而已 那个电视台 应该是因为我们公司有一个新节目开 就想找一些香港的灵异的热点 是啊 可能因为这样的原因 你上过来开个会 这样的原因 哦 我记得好像你们那次公司要拍10个世界灵异的热点 是啊 没错 然后选择达德是第一位 好像是吧 好像是吧 好像是 下周第一位 是啊 我记得了 我就是在那个电视台工作的 哦 知道知道 是 那我就想说一下 我在这个电视台里面 听起来 伴亲身经历的事情 好 好 一会想有些求助的 哦 先说一下电视台一点 嗯 那么这个电视台呢 就 有些怪事就是 以前呢 我听回来的 那时候我还没认识的 嗯 那么 以前电视台的制式呢 就是可能它所有的片段 所有东西呢 它在一些带里面 类似那些带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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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可能再大一点点 那么我们有一层呢 就是空置了的 哦 那么 那 那 放在杂物那样 那另外 其实呢 那些同事呢 就坐在另一层那里的 嗯 那当时呢 那 我有一间房子呢 就是 那些同事 把带都放在那些带 在那些窗台的位置 那其实都是四平八稳的 很稳固 就是想像一下 那些露营带 放在那些窗外 那样都很稳固的了 那 但是呢 那整天 那些同事呢 就会发觉 那些带呢 就在那些窗台 就会塌在地下的了 那很重的 是吧 很重的啊 而且 都坐得挺高的 是的 是的 整天都是这样的 發生了不止一次 嗯 那也都试过呢 就是 也都在那间房那里 又会说试过爆玻璃 咦 但是你们那间大厦爆玻璃 又不奇怪 是的 是的 但是呢 但是呢 他当时呢 不是说打风啊 不是说什么事情的 是的 但是呢 只是那间房爆玻璃 是的 那在我入职的时间呢 我就 呃 其实我是后来 别人告诉我 我就原来 坐了去那间房那里 嗯 嗯 那当时我和另一个 刚刚入职的女同事呢 就 一起去到 坐在那间房里 那大家一个L字形的办公室桌子 那两张桌子 好 那这个 那为什么我会说半身身经历呢 就是 因为这件事呢 发生在我的位置那里 但是我就不再抢的 是 那一晚呢 就是我 已经是离开了公司了 那夜晚大概8点多了 那我那个女同事呢 就留在公司那里 嗯 那他突然听到一些声 那其实全局的办公室是没有人的 那只剩下他的房间开了灯的 嗯 那他呢 那他呢 就没在意是什么声 那到再出现那些声呢 那他就盯着我个位置 就是 他想看一下究竟发生什么事 是 他后来呢 就见到呢 我们公司坐那些办公室的油压灯呢 我个位呢 就突然间是向后叫 哦 这个不可能的 你说 上下 那里还有可能那个力 是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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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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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我有些求助,想看看可不可以看到是什麽原因 簡單說是什麽事 很簡單說就是我這兩年已經是 家人已經是第1、2、3 已經是第5個出事 出事的意思是 有問題,現在第5個身體有問題 家裏這兩年試過很多事 19年我媽媽就不在這裏,是急病來的 突然間可能4、5個月就突然間 又發病到不在這裏就已經走完了 之後又試過家裏又火灼 之後又有些家裏就突然間家裏有意外 就沒有人發覺就走了 另外又有家裏又有病 很短時間又去了 現在又再發現又有家裏有事 全部同一個單位還是不是的? 就是不是的,我就是想知道究竟是什麽原因 有些怪的,我覺得是不尋常的 因為突然間湧來了 又是祖先不安 我也不清楚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可能是 因為有些不太安寧 總之就是家裏 因為這樣很難界定 如果你說是靈異事件 很明顯我們又可以做家裏 但你現在純粹家裏的問題 不知道可能真的有病呢? 還是怎樣呢? 我不敢肯定 還是祖先的事呢? 對,但如果有病 你說一個兩個 我也覺得是有病 你去雙屬的廟宇 或者你... 我相信黃大仙的 去黃大仙裏求子簽 觀音廟道 觀音廟求子簽 有可能有些啟示的 真的 或者同一時間如果有些媽媽 或者師傅他們 有些知道感應到什麽 可以告訴我 也希望可以反正 這樣 我會有一個解決的辦法 因為我現在老實說都很擔心 又有家人剛剛出現了事情 是的 我怕是一直維持著 不知道下一次又到什麽時候 家人又有出事 全部是男丁 還是怎樣? 有男有女的 有男有女的 但其實就是全部都很年輕 多少歲左右? 60歲未夠 或者60歲少少 嗯 也不是老人家 好 試一試 可不可以 文字簽先 如果看看他們有沒有其他 的資訊 再聯絡回來 好嗎? 好啊 好啊 多謝你的電話 好啊 謝謝Aimon 拜拜 我們回來之後 就會看片 昨晚晚 遇下我來 我們未看的一個部分 看看師傅 如何處理 關於這個辦公室 後面的問題 回來見